大家好,我叫劉宜章,我是今年109年台電雇員中區配電線路維護的上訪者 我畢業於中華大學電機系 為什麼會選擇台電雇員就業考試,還有準備過其他考試的經驗嗎? 因為台電公司新是福利大瑜伽,生前制度透明,未來發展明確有前景 之前有參加過中華電信以及台中捷運的考試,目前是台中捷運的員工 為什麼要補習?你覺得志光對你最大的幫助是? 志光,我覺得教學上課有系統,學習有效率 實質的話蠻優秀的,那資源相當豐富 然後硬體跟環境都蠻讚的 那志光對我最大的注意就是讓我充實學習的樂趣與熱忱 你覺得書要念多少還是多久才夠呢? 當天上完一次課 最好下課立即複習 然後回家後的話,嘗試轉化成自己可以吸收的知識 並且要常做題目 想要考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堅持下去不回心不放棄 付出一定可以得到回報 二世的口試體能、準備方式及注意事項 可以 建議可以參考張立的面試 不怕面試官求職、口試、交戰受贈 然後找家人模擬或自己練習 你不要緊張就能正常發揮 另外保持良好規律的運動習慣也非常重要 並且對念書學習的效率也有很大的注意 推薦如跑步 給正戰準備學弟妹一些建議或鼓勵吧? 要相信別人能、自己也能 對自己要有信心 每天的一點點小進步 長久下來 就會發現原來自己也可以做得到 有點像是在慢跑 先設定目標 再一步一腳印朝目標邁進 一句話形容你知道自己上版的心情 很開心 但是不要太自慢 教說自己好還要更好 還要更上一層樓